即将在南宁举办的第45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的惠辉和吉祥舞昨天已经正式揭奖 他们是怎样被设计出来的都蕴含了怎样的含义呢 南宁新闻记者今天分别电话采访了两位远在北京和洛阳的设计者 第45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的惠辉以南宁的拼音首字母呢为创意进行设计 仿佛一个体操运动员腾空而起 惠辉设计的作者庞敏聪告诉记者 自己曾经在南宁就读大学 因为对于南宁有着一份熟悉的感情 他一下子就有了设计的灵感 庞敏聪用毛笔把灵光一闪的想法迅速画出来之后 发现这正是他想要的简洁大气的惠辉设计 而且和体操的动作非常吻合 第45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吉祥物 选取的是广西特有的世界珍稀动物白头叶猴的形象 两个吉祥物分别取名南南和宁宁 设计者郭文俊在接受采访中表示 用白头叶猴作为吉祥物的设计原型 除了因为它有着特别的国际形象 还因为它的独特性 白头叶猴呢 白头白肩 身材呢 特别修长 特别苗强 生性上颤下强 充贵活窝 所以说用白头叶猴 来做本届实比赛的吉祥物 以咱们这个西套运动的侧品相吻合 仔细一看你会发现 在这两个可爱的吉祥物身上 还融入了南宁的壮锦 朱锦花 祥云等元素 整体色彩夸张 呈中国红黄两色喜庆色彩 他们身穿壮锦图案的体操服 正在做出优美的体操动作 咱们的区人名字叫南南宁宁 也象征了咱们南宁了 和弦安宁 也是祝愿咱们这个南南宁宁了 帮助咱们第45届世界取超级年门 李苗赛 在咱们南宁胜利召开圆满成功